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Predominant Predominant叫做卓越的支配的 占主导地位的 这个词很明显跟哪个词是同源的呢 如果你基础够OK的话 这是一个4500词汇 叫做Dominate 就是来自于主宰支配这个词 跟他是同源的 跟他是同源的 叫做Dominate 所以他只不过在前面加了个PRE 因为加了这个PRE之后 你看一下 加了这个PRE之后 意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是翻译成叫支配的 占主导地位的 占主导地位占优势的 那么这里面我把这个词根 给大家讲开说一下 就这个DOM DOM作为词根来讲 有两层含义 DOM作为词根来讲 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第一层含义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House 如果这个词是名词的话 可能会跟房屋住所有一些关系 或者是家 第二个意思呢 如果是动词或形容词 它可能是多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统治有关 如果是名词的话 可能是跟房屋有关 你看我们在以前学过哪个单词 学过哪个词呢 学过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叫做DOM 叫做圆屋顶 屋顶嘛 仿造Home来造的 还有哪个单词呢 你看国王的家 Kingdom 国王的家 这不也是吗 这不叫做王国吗 同他戏记都可以 DOM是跟国家有关 房屋住所有关 我们在之前还学过 叫国内的家养的 叫做DOMestic 还记得吗 GDP的那个D就是它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它下面有哪些派成词 第一个词叫做DOMAIN 注意它的读音 DOMAIN 第二个单词 叫做DOMICILE DOMAIN 还有叫做DOMICILE DOMAIN DOMICILE 然后下边 这个动词的话 看看有哪两词 第一个 叫做 DOMesticate 下边 叫做DOMINARY 这是形容词 这是动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DOMAIN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叫做DOMAIN DOMAIN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家有一些关系了 你看一看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 领土领域 就是我们的大家庭 领土领域 咱们考数学的同学 以后考数学的话 记住它表示区间 也剩这个词 一个住所 一个区间内 一个家里面 所以这还是跟家有关 我们的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你看你看 叫做领土领域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 叫做DOMICILE 把这后面画一下 这个后缀我以前讲过 我讲的是CLE 所以大家把它看成CLE 就可以了 我说CLE 如果作为名词后缀来讲 表示的是小 小的特点 是名词后缀 所以这就是系统小家 这个词就翻译成 叫做家庭住所 就表示这个意思 家庭住所 叫做DOMICILE 家庭住所 DOMICILE 好来看这边 第一个单词 叫做DOMICILE 你看看这个单词 叫DOMICILE DOMICILE 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你看 前半部分 刚才咱们讲过的 叫做家养的 国内的家养的 ATE之后 变成了动词 那表示就 使之成为家养 使之成为这个国内 是成为家养的感觉 叫做是驯服驯养 比如造个短语 就明白了说 DOMICILEELEPHANT DOMICILEELEPHANT 表示第一 叫做驯养的 驯服的大象 叫做DOMICILEELEPHANT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DOMICILEELEPHANT DOMICILEELEPHANT 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 它前半部分 叫DOMICILEELEPHANT DOMICILEELEPHANT 这个单词呢 取自统治这个意思 它前面是动词形式的 取自统治的意思 叫做霸道 飞扬跋扈 加NG之后 变成形容词了 叫做霸道的 飞扬跋扈 特别爱统治别人 你看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特别爱统治别人 做这做那的感觉 就BOSY 老板那词加个Y 对不对 也是叫做霸道的 爱统治别人 叫飞扬跋扈的 霸道的 所以说上这个词 大家看 再看看说上这个词 PREDOMINANT 就是跟它是同源 一样的 都来自于这个词 跟统治 统治嘛 DOMINATED CONVERSATION 总是主宰这个话语权 支配这个谈话 这个DOMINATE 那么前面加个PRE 意思没变 把这形容词 词性花了一下 叫做占主导 占优势 占支配地位的 好 那么这边 这一组词到这里 就都不再说了 记住名词往家上去靠 大家叫做领土 小家就是家庭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PREMONITION 读读这个词 PREMONITION PREMONITION 这个词叫做前兆 或者叫做预感 前兆预感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呢 永永5G 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也是这个引起了 轰动当年的时候 叫做 叫做FINAL DESTINATION 叫做死神来了 死神来了当中 从第一季到第五季当中 都会一直反复出现在 这个单词 都会反复出现 这个单词 叫做预感 那所以这个预感 大家知道一下 首先注意强调一下 它一般的强调对于 不好事情的一种预感前兆 叫做PREMONITION 比如说你刚一上飞机 发现飞机门裂了 那这时候别坐了 这飞机 然后这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就是要掉下来 你刚一上火车 你会发现 这火车轮子掉了 你别开了 开不起来了 这有一种不好事情的 一种预感前兆 它的前缀 还是谁呢 PRE 中间部分是这个词根 就是MONIT MONIT 作为词根类量 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To warn Warn叫什么呢 叫做警告的意思 Warn表示警告的意思 我们作为词根类量 表示这个意思 那么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这个单词去记 小学词汇叫做Monitor 班长嘛 还有叫做监视器 那么监视器就是警告你的嘛 警醒警示作用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班长 班长也是一样 班长的作用就是提醒你 警告你 别说话了 记名了 那这个作用 Monitor 大家记住 这样的一个解释吧 Monitor写在旁边 就是之前提出预警 之前有所预警了 这就是一种预感 之前已经有所警告 警觉了 这是一种预感预示 但再次讲到 它对于不好事情的一种预感 再次讲到 它讲到对于不好事情的一种预感 那么看看这个词根下面 有哪些派成词 第一个叫做Other Monish 第二个叫做Summon 它就两个字写在下面 两个都是动词 第一个叫Other Monish 记住 Primonition 读一读 之前预警 之前有所警告了 这个叫做一种预感 前兆 Other Monish 它把那个词给去掉了 AD在前坠 只有一个意思加强 老前坠了 AD只有一个意思加强 所以加强警告 这个词的意思没变 还是翻译成叫做警告的意思 叫做Other Monish 还是翻译成叫做警告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叫做Summon Summon 读一读 Summon这怎么去警告呢 叫做Summon 叫做共同一起 会集到一起 共同警告 这是强调的是 你看法庭对你的警告 这是开始干嘛了 叫做法庭的叫做传唤 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为在口语当中 也是用这个词 用的比较多一些 叫做Summon 叫做传唤 第二个意思 表示的意思 叫做召集 集合 把你集合到一块 共同警告 把你叫到一起 叫做集合 第一个意思叫法庭的传唤 都一读 Summon 他把这个后面语言 已经去掉了 Summon 是加强警告 就是警告 之前警觉 这个叫做预感前兆 那这里面补充两个同一词 表示预感的词 也是都强调对于不好事情的 预感 第一个叫做Ferboding 第二个叫做Presentiment 第二个词非常好记 叫Presentiment Presentiment这个单词 你看它是来自于谁 很明显 它是来自于Sense 这个单词 也是之前有一种感觉 所以叫做预感 叫做预感的意思 同意的 第一个单词叫做Ferboding 这个北美考试里出现了一个词 Ferboding也是表示预感 有指对于不好事情的一种预感 它其实是来自于 它前面的动词形式 叫Ferbode F-O-R-E-B-O-D-E F-O-R-E-B-O-D-E Ferbode是动词 叫预感 加ing之后 把E去掉了 叫做名词 写的还是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 还是比较常见一些 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预感 这个预感 它前面也出现了一个预字 for表是之前 是吧 那么Ferbode 这个就通过一个拼音联想 之前预报的 预报给你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预感 Ferbode 通过报去记 Ferbode 通过拼音去想一想 Ferbode 之前报到的 叫做一种预感前兆 Ferboding Presentiment 还有叫做Premonition Premonition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Presumptious Presumptious Sumptious 这样读都行 Presumptious Presumptious 叫专横的 放肆无理的 所以一个人 他没规矩 So rude You mannered 对不对 差不多 作为一个记忆词 叫做放肆无理的 这个人为什么很专横 你看他也是 前缀是谁 之前 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前缀有一个 之前 专横很霸道的人 上来先怎么样 那个动作 第二部分就是谁呢 就是Sumpt Sumpt他和谁呢 和Sume 这俩是同根的 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take 叫什么呢 叫做拿的意思 叫做拿 叫做拿的意思 你看一下 我们在之前学过 哪个单词里边 还有它呢 我们之前学过四个词 都已经见过 在四千五词当中都有 第一个叫消费 Consume 你看一起都去拿这个东西 也叫消耗嘛 所以就耗尽了 耗光了 Consume 它的名词怎么说 Consumption 还有哪个词呢 两个假设 认为假设 Presume 还有Assume 名词怎么说 Assumption 对不对 Presumption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大家会按一个按键 上到厕所 回来之后 按一个按键 叫Resume 叫做恢复 对不对 重新开始 恢复重新开始 叫Resume R-E-S-U-M-E Resume 这个单词 一共就这么四个 Sume 咱们都讲过了 你看它的名词 都是Sumption 结尾 所以要先理解一下 为什么叫做拿 你可以通过 咱们之前讲过 这个消耗 消费计计 Consume 去计计 他想到是怎么拿 先给抢走 记住这个解释 上来先给拿走 这样的人放肆无力 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 团圆聚餐的时候 爷爷奶奶 姥姥姥姥爷 外公外婆还没动块的时候 你上来先动块 先吃一大口 你妈就会说你 你抢先拿走了 你抢先先动块了 这个时候 你妈就会说你怎么着 你放肆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放肆 无理的 没规矩的 很专横的 有的时候你看 一堆同学在一块聚会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上来先把一个东西抢走 先给拿走 这人很放肆 专横 很霸道的感觉 那么他下面呢 我主要说一说谁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 Assume 就这个Assume 在北美考试上 大家注意 除了在咱们这个 国内考试 国内考试 Assume咱们说过 一般考都考这个 猜测 假设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以外 他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你看叫加强 加强拿住 拿住一个东西 它就跟拿有点关系了 但是建议大家 通过词组去记一记 说Assume Power Assume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Assume Power Assume Responsibility 比较什么意思 比较我们所说的 叫做这个 拿住这个权利 拿住这个责任 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 承担 掌控 承担 这个我们叫做掌权 承担责任 Assume Power Assume Responsibility 掌权 承担责任 所以又表示承担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意思 向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Presumptious 叫知道形容人 放肆无理的 它下面的词 基本咱们都见过 不太多说了 补充一个进义词 还是形容一类人 很无理的一个状态 你看看 叫做Consited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单词 写作当中 大家可以尝试去使用的 第一个叫做Presumptious 放肆的 第二个Consited 叫做自负 自以为是的 这人觉得自己很屌 很牛的感觉 Consited C-O-N-C-E-I-T-E-D Consited Consited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单词 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Prodigal Prodigal Prodigal表示的意思 叫做浪费的 或者叫做挥霍的 又一个浪费挥霍 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到一个词 叫做吝啬 还有西蒙 吝啬 Parsimonious Parsimonious 脑子里滚动滚动 回忆回忆 当中给大家 回忆了两个浪费的词 一个叫Prefuse 还有叫Levish 花钱如流水的 还有叫多 重配那词 Prefuse Levish 那么这里面又多了 一个这样的词 叫Prodigal Prodigal呢 如果表示比如说 挥霍金钱 挥霍什么东西 愿会接着 接着接着 with Be Prodigal with 这个词注意它的 一个用法 Be Prodigal with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在记忆的时候 通过谁去记忆呢 有这样三个词 建议大家把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儿去记 第一个词叫做Prodigy 第二个叫做Prodigious 第三个叫做Prodigal 我们来看一看 Prodigy Prodigious 还有叫Prodigal 有这样三个词 大家看一下 Prodigy Prodigious Prodigal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Prodigy Prodigy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Genius 叫做天才 奇才 它表示这样的意思 神童 奇才 你看一下 如果通过词根解释一下的话 那么它是来自于谁 就是IG这个词根 IG就是来自于AG的变体 高频变体了 好多单词都变成了IG 行动这个词根 很早以前讲那个词根了 agenda 想一想 议会日程安排这个词 AG是跟行动有关 怎么行动 是最先行动 做出最先行动的人 这样的人很聪明 天才奇才 像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 有些同学做题 比数学老师做题还快 你看一下 这样的人最先做出发的天才奇才 所以我们看到 当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后续变了 你看 叫做Prodigious 叫什么 第一个意思叫做惊人的 就是Amazing 你发现这样一个人 就会觉得Amazing 就这人13岁 博士已经读完了 Amazing 是吧 生下来就已经本科毕业了 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Amazing 第二个意思叫做巨大的 叫做Very Large Very Large 叫做巨大的 惊人的 巨大的惊人的 叫Prodigious 看到奇才 惊人 巨大的 最后一个词 叫Prodigious 叫浪费的 叫做浪费的 叫做Prodigious 大家把这三个词 穿成 这个这个这个 一句话去记 你想想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学过一篇文章 叫商仲勇 大家还记得吗 你看仲勇从小是个奇才 天才 你看看 当年知道的东西特别多 知识储备巨大 但从小他爸 天天带他炫耀 瞎溜的 最后浪费了 长大变傻了 所以叫天才 谢谢大家通过一个联想 穿成一句话去记 旁边写一句话 叫天才 造成了 巨大的 浪费 穿成一句话 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一下 天才造成巨大 因为它都来自于A一句 就通过这个词根记 这很难记得 不好背 所以穿成一句话去记 想起来一个就都能想起来 因为它就后边不一样 Prodigious 跟我读一遍 Prodigious Prodigious 天才造成巨大的浪费 哪个是巨大的呢 这俩你要注意 怕混淆的话 记住最长的那个 就是巨大的 最后一个短的就是浪费 天才造成巨大的浪费 Prod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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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说了 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Proliferate Proliferate Proliferate叫做 激增繁殖 叫做激增繁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那么这单词呢 也是并不难记得一个词 抓住谁去记 抓住他去记 每个词有它的一个特点 Life 不断向前产生生生命的 这样想象 不断产生生命的 叫激增繁殖 我们在生活当中 你看像这个之前 这个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写到了这个核扩散 用的就是这个词 这个扩散用的就是它 叫Nuclear Proliferation 用它的名词就是 核激增核扩散 大家注意一下子看报纸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的就是这样一个词来翻的 Nuclear Proliferation 不断向前产生生生命的 叫Proliferate 它的形容词形式写的旁边 叫做Prolific Prolific表就是 我们叫做多产的 肥沃的 这是它嘛 激增很多嘛 所以就是多产的 这个意思还是比较直接的 多产的 就是把后面变了一下 后面全拿掉了 直接换成形容词后缀了 Proliferate Prolific 叫做多产的 或者叫做肥沃的 多产的 叫做Prolific 叫做Prolific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不说了 那么补充一个动词的近义词 就是谁呢 叫做Multiply Multiply大家会觉得 这个词曾经蛮熟的 大家会发现 这个词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 数学课上学过哪个词呢 学过一个词叫做 成法的成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就成法成这个单词 但是如果它没有放在数学当中 放在阅读里当中出现的时候 大家注意 你看看它可能表示第二个意思了 它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激增繁殖 数量成倍增加嘛 成法嘛 多倍 Multiply叫多嘛 所以叫成倍增加 也叫做激增繁殖 可以作为一个近义词 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可以作为一个近义词 放到一块看一下 好 那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不说了 那我们结束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Prolix 大家看这个词 叫冗长的 说话啰嗦的 这单词咱们在之前 也是给大家讲过的 因为它比较难记 所以再次给大家拿回来重复一下 咱们书上又出 又出现了这个单词了 我之前在哪个地方讲过的呢 大家可以在之前的笔记上去找一找 咱们先讲了一个词叫做Laconic 还是那句话 你忘记没有关系 你想一想 我怎么让你记得 不是想这词什么意思 你想这词什么意思 想不起来的 你要想想它来自于谁 Laconic Laconic 想想它是从个词根词坠 还是从一个故事词源去解释的 简洁的 Laconia Laconic 当时咱们讲过一组词 简洁对的是什么 叫冗长 说话啰嗦 咱们在那个地方讲过的是它 Prolix这个单词 为什么叫做说话冗长啰嗦的 当时讲到它是来自于Leaks Leaks是来自于 就是Liquid这个词 不说过吗 通过液体去记 向前不断流淌 远远流长 不断往前流淌的 向前流淌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人冗长啰嗦 不断地去说 一直向前流 这个要知道 咱们就有词说了一下 再回忆一下 还有讲过哪个词 就话多饶舌的 叫做guerless 叫做guerless guerless还记得不 carry rule 带来太多规矩 带来太多规则的 carry加个ru carryless guerless 也是表示说话 话多饶舌的 咱们就给大家讲到的 这不说了 好了 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做propagation 又一个叫做繁殖 或者我们词叫做传播 繁殖或者叫做传播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呢 看一下啊 它的动词形式呢 叫做propagate 它的动词形式叫做propagate 叫繁殖传播 其实它跟哪个词同源呢 如果你基础够OK的话 看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个词 叫做propaganda 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单词 叫做propaganda propaganda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就叫做宣传的意思 这个宣传一般都强调的是 政治上的一种煽动 鼓动性的宣传 这个叫做propaganda 所以你要认识它的话 这两个你看它同源的 前面一样 都是跟宣传有关 传播嘛 它表示繁殖都行 繁殖或宣传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说老师这次我没有学过 你把它写在旁边 当这个新词去背一背 放到一块传播宣传 那么下面我把这个动词 给大家展开说一说 它这个词呢 本身不太好记 因为它没有展开的 这个同源一体词 基础词汇没有 比较难 所以咱们找了这样的一组行进词 放到一块背一背 一个叫做propagate 第二个叫做promogate 下一个叫做irrigate 下一个叫做subjugate 继续expergate 下一个叫做mitigate castigate instigate profligate 大家把这词读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这首词的 共同的特点就是谁啊 读完之后应该发现它的特点吧 propagate promogate irrigate subjugate 下一个词expergate 一道出生读 mitigate 下一个castigate instigate 还有profligate 注意最后一个词是形容词 最后一个是形容词 会发现大家发现这样的一组特点 都是谁 谁结尾 这不大门系列 大门结尾 所以给大家传到这样的一组词 大门系列 把它放到一块 那么这一组词 大家在记的时候主要记谁 就记大门前面这块东西 记它前面这些东西 前面这些东西是这个词的特点 所以在记的时候一定要记前面 你别整体单记单 那就完蛋了 还是记不住 门前看门前的特点 这个也是给大家变成一个口诀 大家去记一记 第一个词 propagate这个单词 为什么叫做繁殖呢 把这个前面问想的是谁呢 你看门前有谁呢 把中间想成pig 记住我第一句话 旁边写一下 记住门前有猪 猪嘛 一下下有窝 门前有猪 门前有猪是繁殖 第一句话 门前有猪是繁殖 propagate 一下下有窝 下一个门前有驴 把中间想谁 想成驴 门前有驴 mule 咱们当年给大家讲过 固执的叫mule 是电驴吗 emule 门前有驴 是宣传 这俩可以作为一个进一词的 也叫做宣传 门前有驴是宣传 门前有猪是繁殖 门前有驴是宣传 下一个词 门前有rr 我当年给大家进行联想的时候 给大家说 想成什么 想成花 你看 花旁边有两个i 有两个我 i r r i g a t g a t e 所以门前有两个花 花旁边有两个我 门前有花是灌溉 门前有花是灌溉 e r i g 抓特点去记 不是记它到底怎么拼的 就读一读就行了 记它的特点 门前有花是灌溉 下一个词 sub抓特点 门的下面 其实我的解释 压在门下 门底下 是镇压 压在门下 被压在门底下了 镇压 被门给压下去 是镇压 被哪个门 天安门 各种大门 开旋门 压下去 镇压 压在门下 是镇压 下一个词 expergate 把这个前半门 想成谁呢 想成pure pure是纯净嘛 就是清洁大门 纯净 是大门纯净 清洁大门 是 删除 把门上的脏东西弄掉 你看如果你们家住的 不是一个高档小区 一般小区的话 会有好多小广告 贴在你家门上 门上贴着什么什么 开锁 书筒马桶 要不是你的病友救了 要不是什么月薪三万不是梦 这样的广告 你看了这样的广告 马上撕掉 清洁大门把这样的门上的广告 是删除 删除这样的小广告 叫做expergate expergate 清洁大门是删除 下一个词叫做mitigate mitigate mit还是讲 这个词根咱们讲过了 是叫送 还记得吧 mit作为词根叫送 送到门口 送到门前 是 这个词是重点 画上五角形 这个词是这个词当中的重点 重重点词 这表示的意思叫做减轻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叫做abate 还记得吧 送到门前是减轻 叫mitigate 程度上的减轻 reduce integrate 他想到这个意思 下一个词 扔到门口 这个词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老词了 在这里给大家说了一遍 Castor扔 扔我到门口干嘛 想想 自义室的老师发现 你在自习课上的时候说话 把你拽到门口 扔到门口去 惩罚 谴责 惩罚 谴责 扔到门口去惩罚 下一个词 instigate 这个词要通过词 这个词根是有的 它来自stig跟次有关 还记得吗 stigma 耻辱次 是刺激别人 这是加强结构 表示叫做煽动 是吧 你看刺激大门是煽动 你要认识这个词根就好了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词根不好记 你还是可以通过站立去记 st想的站立 站在门里去煽动 站在门内 煽动咱们内部的人 站在门里去煽动 写在旁边 如果你要认识这个词根 就通过词根去记 这个意思比较直接 站在门内 去煽动 咱们之前讲过很早 以前还讲过一个单词 叫什么叫agitate 还记得这个单词吧 agitate也是煽动的 下一个词 飞到门前 中间fli 想要飞 叫做飞到门前 去挥霍 这是形容词 叫做挥霍的 浪费的 挥霍的 浪费的 刚才刚讲的词 还记得不 天才商众勇系列 还记得不 prodigy prodigous prodigal 天才造成巨大的浪费 还有印象吗 prodigal 浪费的 想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上高中 一下课 放学之后 到门前大吃大喝 吃一些小吃 挥霍 浪费 叫做飞到门前 去挥霍 所以这词 大家可能会觉得 A字记得好像不太科学 但是这词 因为它本身比较零散 在背词会书的时候 在词会书的不同部分 我把它给大家传到一块 你顺着个口语去背 肯定是要比你自己背的要快 要不这个词 要自己硬背的话 没法背不好背的 所以跟着我过一遍 串一遍 第一个读一读 propagate 门前有猪是 猪是什么 繁殖 门前有驴 电驴宣传 门前有花是灌溉 下一个压在门下是镇压 脏着德国一遍 讲一遍 清洁大门是删除 expugate 送到门口是减轻 下一个叫做castigate 想想你考耶路没考上 最后考上MIT了 也是减轻一下你的痛苦 你这样想想也行 叫mitigate 考上MIT 减轻你的痛苦 下一个castigate 扔到门口是惩罚 下一个站在门里去煽动 instigate 下一个飞到门前去挥火 飞到门前 大势大喝 挥火 飞到门前去挥火 大门系列 一共有这样的一组词 上面这是它的名词 叫propagation 另外补充了一个新词 叫propaganda 如果你以前没有背过的话 叫政治上的煽动性的宣传 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单词 到这里不说了 接受